这里是陆野乡龙田村 赖往的车辆时速都不快 站在这个山林环抱的村落 不知不觉容易放下紧张的情绪 脚步也会跟着慢下来 看着村民悠然坐在钢管座的大写修签 荡着荡着 慵懒的享受凉风 每个角落都充满宜然自得的氛围 难怪这里拥有台东慢活村的封号 不过路上怎么出现一位 骑着拉风重击的阿伯 只是一看 这部挂着白色车牌也算不算重击 可是怎么整部车的设计 简直就是重击的修正版 当做想介绍你买一台 我去家的 我就看去问 本来我看到那哈脱 路上 我觉得开车损化太大又不环保 可是一般打档车又太高 终于在今年找到这部 几乎是为他两身定做的伪重机 戴上皮质安全帽 骑上围重机 虽然已经连过70 可是整个开上去就只能这样形容 帅 酷 超有型的 帅啊 帅帅帅 真的不错 你自己想要看一台吗 没在想 住在曼活村 想法还蛮前卫的庄烈熊 骑着心爱的伪重机 台东跑透透 连身旁的朋友看到之后 都笑他一把年纪还爱耍帅 直说 我也没被警呆 东台新闻张家伟 路影响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